大家好,这里是新飞月,今天的主题是主动说嗨。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,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交习惯发生了极大的变化。 你有没有发现,我们的周围好像弥漫着一种风气, 人与人之间除了必要的交谈,再也不愿多说一句话。 现在社会中的人们,每个人都活得像一座孤岛, 既不想主动地打招呼,也不想别人对自己热情, 我们只愿意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。 人们可以通过匿名的方式在网络上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情感, 然而现实中却丧失了实际交友的能力。 这就造成一个局面,我们在网络上聊得风生水起, 现实里却各自冷漠。 久而久之,人们越来越缺乏面对面的沟通技巧和情感交流能力。 在现实生活中,我们不敢主动发起交流, 哪怕简单的一句嗨, 其实我们并不内向, 我们常常在网上侃侃而谈, 我们一面是网络聊天的好手, 可另一面,在走廊里,电梯间,茶水间之类的地方, 遇到不太熟的人,却根本不会打招呼, 而是赶紧把目光躲开,匆匆地走过。 人与人之间的相识,除了自然的缘分, 更有许多创造的机缘。 比如,你先到一间公司就职, 或者是搬家到一个新的小区, 迟早要与同事邻居认识, 你只不过是早一点对他们说一声嗨罢了, 在电梯间偶然碰见, 这时你可以大方地主动地说一声嗨, 这怎么能算是造作呢? 话说回来, 说不定对方其实和你一样有着胆怯的心理, 想说又不敢说。 相反的,当你看到一个朋友, 大老远就给他打招呼, 甚至叫他的名字, 他不为所动, 那又是多么懊恼的一件事呀。 当你的朋友狠狠地拍你一下, 说,怎么搞的, 我大老远喊你, 你都没有回应? 就是因为你的冷漠伤了对方的心, 使他的热情落入冰水之中。 嗨, 是你发出去的一个信号, 对方接收到了, 明白你是友好的, 善良的, 而更多的缘分, 就从这一刻开始了。 我们处在一个由人组成的社会中, 人与人之间的社交永远不可避免, 我们所有的活动, 交易, 成就, 都从最开始的那一声嗨中发展出来, 别人供给你的所需, 也肯定你的付出, 甚至包括你存在的价值, 都建立在人们对彼此的回应上。 所以, 当你认识的人越多, 关系越好, 你就越容易成功。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破冰并不难, 难的是开头的那一句打招呼。 这个世界上, 每个人和你擦肩而过都可能与你有缘, 你都可能会成为你的助力。 有句俗语说, 见面三分情, 如果你常常与人见面, 将会积蓄多少情啊? 这份情是你成功的保证, 也会是你在困难时刻的通行证。 不要犹豫, 也不要利色, 抓住机会, 露出笑容, 说一声, 嗨, 你会发现世界变得好可爱。